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 李延欣点了两瓶皇家礼泡 李大小姐 你这是干什么 叶浩轩有些诧异的问道 请你喝酒啊 还能做什么 李延欣白了他一眼 不是 李大小姐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 如果你要找我切磋 要找我玩命 我相信 你请我喝酒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叶浩轩有些不敢相信的说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吗 李延欣不悦的说 貌似我们见面除了打架 或者你找我帮忙 没有别的事了 今天的事情 我向你道歉 李延欣垂着头道 虽然她的脸上依然带着内膜 丝毫不变的笑意 但是叶浩轩还是一眼就看出 她的情绪有些低落 显然今天的事情 她也颇为愧疚 这事情与你无关 叶浩轩的心一软 不 她是我妈 而且是我请阿姨过去的 如果不是你今天及时出现 阿姨今天会有危险 李延欣摇摇头道 你母亲修行悬术有多久了 叶浩轩问道 我不知道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师父云游四海 她什么时候修成这么深的悬术 我真不知道 就在今天以前 我一直认为她是一名普通人 我总以她平时 顶多读读经书 修身养性罢了 李延欣叹道 杨洁还有你母亲的师父 是不是同一个人 叶浩轩问道 我不知道 就在我带你 见我舅舅之前 我也不知道他们修行 道门秘书 叶浩轩微微地一叹 感觉问题 越来越复杂了 虽然不知道杨淑华的悬术 是属于和门和派 而且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出来路数 但是这一切就像是一块石头一样 压在叶浩轩的心头 让她感觉沉甸甸的 看叶浩轩漠然不语 李延欣又道 但是今天的事情 我是不知情的 我以为母亲真的只是 约阿姨出来聊聊 当年的事情 虽然你爸有不对的地方 但是毕竟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没有磨不开的仇恨呢 我知道 我不怪你 叶浩轩淡淡地说 真的吗 那就好 李延欣一喜 两个酒窝出现在脸上 他打开了一瓶酒 倒了两杯 然后道 请你喝酒 叶浩轩注视着手中星红的酒液 他在犹豫着 要不要喝下去 因为他实在是被李延欣 这个丫头给打怕了 生怕他为了整自己 在酒里面下药 自己可就麻烦了 怎么 怕我下毒吗 当然 不是 叶浩轩笑了笑 端起酒杯 把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其实我真的在里面下毒了 李延欣的声音突然一冷 笑就笑了呗 反正我觉得你是我的客行 迟早都要死在你的手里 叶浩轩淡淡地说道 你还真信 李延欣浅浅地笑道 以你的武力值 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载了我 没有必要撕下了一搞小动作 那可说不定 今天我见识了你的悬术 才知道我跟你的差距有多大 如果跟你选择做敌人的话 我肯定吃亏的 你当我是朋友吗 叶浩轩探道 其实他和李延欣之间呢 一直是介于一敌一友的关系 两人拼过命 但同时也帮过对方 直到现在叶浩轩也没有搞清楚 李延欣这个喜怒无常的女人 究竟是怎么想的 一敌一友吧 李延欣淡淡地说 他轻轻地戳了一小口道 我妈和我舅舅不知道怎么想的 但是有一点我清楚 他们咽不下当年的那口气 这个我当然知道 当年的事情闹得那么大 换了谁都不会轻易地释然的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理亏 今天我就不会属下留情 谢谢你 能对我妈手下留情 李延欣看着叶浩轩道 我不想再有下次 也不想再伤害任何人 叶浩轩放下手中的酒杯道 前不久我遇到过杀手 我知道是杨瑞明做的 如果不是老太爷及时劝住了我 你认为 现在的四九城中 还有杨瑞明这个人的存在吗 我知道 李延欣垂着头道 给我点时间 我去劝劝他们 我不想和你为敌 我也不想和任何人为敌 因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发展中医 我只想用我自己的医术 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可惜我是个女人 不然的话 我一定会倾尽自己的能力去帮你 李延欣突然说 叶浩轩有些愣了 李延欣貌似和自己一想不对头的 他会好心地帮自己 但是看他的表情很真正 不似是在座位 叶浩轩点点头 谢谢你 我只希望你能少给我找点麻烦就好了 我很麻烦吗 李延欣恼怒地说 看得出来他是在生气 但是他的脸上始终改变不了的浅笑 让人看着心里很舒适 不是很麻烦 而是非常的麻烦 叶浩轩苦笑道 你 混蛋 李延欣恼怒地灌下了一口酒 然后他正色道 你不知道我妈修行的悬术是什么来路吗 不知道 叶浩轩摇摇头 其实到了近代 悬术没落 现在的悬术高手 甚至比不上一名古物者 而且大多数悬术 是经过近代人的揣摩以及改变 跟古代悬术有着很大的差别 我不知道你妈用的悬术 到底是什么路数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他的悬术跟我比起来 不值一提 这个我当然知道 李延欣叹道 如果不是你手下留情 如果不是阿姨拦着 现在 回去好好地劝劝你妈 我真的不想与任何人为敌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和杨家把守言和 杨润明之前对我的种种 我可以不跟他计较 叶浩轩正死的 我知道 我今天来也就是想和你聊聊这件事的 李延欣一直玉手抚摸着跟前的那只高脚杯 那就好 叶浩轩点点头 两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一时间双方都不知道如何开口 两人自从认识以来 貌似都是互掐的 骤然让他们两个心平气和地坐在这里谈 他们两人反而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服务员端着一瓶红酒走了上来 我们好像没有点过这瓶酒吧 李延欣淡淡地问道 他不是不识货的人 这种酒叫做罗曼康蒂 是1990年份的 曾经拍卖出两万多美金的天价 而且这家会所虽然不是顶级会所 但是也算得上是高档的会所 所以里面有这种酒也不奇怪 是那边的先生请小姐喝的 服务员向一边一指 李延欣回头一看 只见一名矮胖的胖子 正在向自己挤眉弄眼的点头 那胖子一看就知道是一名暴发伙 脖子上戴的纯金项链 足足有竖金种 一看就是拿黄金专门定做的 而且两只手上戴着五流没钻戒 单是这一身形头 没有个几百万是下不来的 你认识 李延欣诧异地问叶好轩 我不认识 人家是冲你来的 叶好轩笑了笑 李延欣不经常来这种地方 他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胖子 是想炮他 冲我来的 经叶好轩这么一提 李延欣这才回过身来 他淡淡地一笑不再理会那爆发户 把酒瓶打开 然后为自己和叶好轩满上了一杯 你还真喝呀 喝了别人的酒 就代表你认可他了 叶好轩诧异地说 认可他 开玩笑 李延欣淡淡地说 我宁愿认可你 或者认可一头猪 也不会便宜那死胖子 况且 老娘有那么好泡 一瓶酒就搞定了 呃 叶好轩有些无语 自己怎么和猪排到一起了 干杯 尝尝几十万一瓶的酒 到底是什么样的 李延欣举起酒杯笑道 好 今天也吐好一回 叶好轩端起了跟前的那杯酒 和李延欣对碰了一下 再后一饮而尽 两人刚刚放下酒杯 一边的胖子就走了上来 他挤出了一丝让人反胃的笑容 走到李延欣的跟前道 这位漂亮的小姐 请问我可以单独地请你喝一杯吗 不可以 李延欣浅笑着回答道 他的话让那名满脸堆笑 五官几乎都挤到一块的爆发户 神色为之一僵 可是你已经喝了我的酒 胖子有些不甘心地说 那不是你请我的吗 李延欣故作诧异地说 难道你现在后悔了 那也没有办法了 几十万一瓶的酒 我可赔不起 你说怎么办吧 李延欣那始终带着浅小的面容 显得十分的迷人 那爆发户的心狠狠地一抽 然后又挤出一丝笑一道 嘿嘿 小姐真会开玩笑 几十万算不了什么 只要小姐点点头 我可以开出十倍的价格来 我不太明白你在说起什么 就是你说要请我的 如果现在你要我赔的话 我也不会赔的 现在请你不要打扰 我和我的朋友 请 李延欣表现出一副客客气气的样子 其实和他熟悉的人都知道 他表现得越是客气 等会儿他翻起脸来就越厉害 如果现在这胖子 失去退下去的话就好 如果不失去 那只能怪他自己倒霉了 你在耍我吧 胖子看出来了 李延欣就是在耍他 耍你 不好意思 恕我直言 我还真提不起兴趣 我宁愿去动物园看野猪 李延欣摇摇头道 把我发护的脸越发的难看 他已经确定眼前这名漂亮的不像话的女人 就是玩他的 开玩笑 几十万一瓶的酒 你以为老子是送着好玩是吗 虽然自己是爆发户 但也不至于是金钱为粪土到这个地步 不管怎么样 你已经喝了我的酒 要么你把酒原封不动的还给我 要么你就赔我一晚上 你来这里玩 就应该遵守这里的规则 胖子的脸色很难看 就像是猪肝一样 喝你一瓶酒 我就要陪你一晚上 你这买卖真划算的 当初你老子胖你老娘的时候 难道用的也是这一招 规则 你一个爆发户 也配谈规则这两个字 李延欣笑得花枝招着 的确啊 像他这种圈子里的人 就算有十个胖子这种级别的爆发户 叠加到一起 也接触不到 可一眼前的这个胖子竟然敢在他的跟前 跟他讲规则 不知所谓的人啊 胖子的脸色 是越来越难看了 他手一动就要发飙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丢出一张支票道 这是酒钱 我现在不想惹事 五分钟之内 消失在我眼前 胖子 漂了那张支票一眼 只见上面的数字刚好够支付 他这酒酒钱的 看来这小子也是一名身家阴实的主 胖子冷冷的一笑 他见叶浩轩衣着并不贵重 不像是多有钱的人 多辈是一个不入流的小货子 仗着家里面 有几个钱出来泡妹子 跟自己这种身家上意的大老板比起来 还是自己有吸引力 他把那张支票推回去道 这种酒 不是有钱就买得来的 也要的不是钱 是面子 胖子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李延欣抡起那大半瓶红酒 结结实实的 砸在那胖子的脑袋上 光的一声响 碎玻璃和星红的酒夜 四处飞溅 那胖子一声惨叫 捂着脑袋向一边倒去 他那庞大的身躯 顺带着撞到了几张桌子 几张桌子上的客人 尖叫着纷纷闪避 李延欣这酒瓶毫无征兆地砸过来 把胖子整个人都给砸懵了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瓶价值不菲的罗曼康蒂 已经碎成了渣渣 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杀猪一样的惨叫声 那爆发户就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样 指着李延欣尖叫道 你 你竟然敢当老子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碰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又是一个酒瓶抡了下来 李延欣又是一酒瓶砸下去之后 然后从灵桌上抄起一壶开水 他浅笑道 要么闭嘴 要么我把这壶开水浇到你头上 二选一 胖子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 因为他知道李延欣不是开玩笑的 一个敢把酒瓶往男人头上砸的女人 绝对不是正常女人 虽然这样很失面子 但是胖子也只有忍耐下来 浩瀚不吃眼前亏 滚 李延欣吐出了一个更伤面子的字 胖子自认为是名能屈能伸的主 他一手捂着脑袋 一手冲起他肥大的身子 匆匆地离开了 走吧 换个地方吧 叶好寻苦笑道 干嘛要换地方 换张桌子不就行了 李延欣浅浅一笑 拉着叶好轩走到另一边 一张空桌子上 打了个响指 一名战战兢兢的服务员走了上来 两瓶威士忌 李延欣淡淡地说 小姐 我建议 你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服务员心惊淡淡地说 怎么 我喝不起你们这里的酒 李延欣的眉头一跳 不 不是 刚才那人在这一带很有势力 他会回来的 服务员小声提醒 多谢提醒 等会打破了多少东西 我原价赔偿就是的 李延欣甩出了几张大超做小费 服务员已惊 他好心提醒 但既然对方不怕 那他也只好作罢 他一躬身 转身抱着托盘离开 过不多时 两瓶酒又被送上了 你很想打架吗 叶好轩问道 是 心里有些郁闷 只想找些人出出气 李延欣叹道 找人出气可以 但是你没必要跟普通人过不去吧 叶好轩苦笑道啊 刚才那胖子就算是再有势力 背景也比不上李家和杨家吧 况且李延欣的战斗力 就算是来一拳再能打的人 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谁让那胖子刚刚惹到我了 只能怪他运气不好 李延欣淡淡地说 你在为你母亲担心 是 犹豫了一下 李延欣还是点点头 他修的悬术算是正途 只是他在短短的二十年 能够修到这种境界 这对于常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很好奇当初他和你舅舅拜的师父 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还小 而且我以前都是跟着师父云游四海 家族里的事情几乎是不过问的 李延欣摇摇头道 叶浩轩微微地点点头 但是心情越发地沉重了 他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我们算是朋友吗 李延欣盯着叶浩轩 我不知道 我和你之间就算是不因为我的身世 也只能说是介于一敌一友之间 叶浩轩淡胆地说 是啊 貌似我们认识以后打过不少次架吧 李延欣浅浅地一笑 他戳了一小口酒道 如果有一天 我有危险了 你会救我吗 我当然会 叶浩轩没有丝毫犹豫地打倒 那如果是我妈和我舅舅有危险 你会救吗 李延欣迫切地问 不会 犹豫了一下 叶浩轩还是打算实话实说 为什么 李延欣微微地一争 有些失望 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仇人 叶浩轩打倒 而且 我有我的逆脸 今天因为我母亲的缘故 我不跟你母亲计较 但如果有下次 你让他好自为之 盯着叶浩轩看了半声 李延欣才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他把跟前的杯子端起 一饮而尽 然后有些气苦地说 平心而论 我真的不想与你为敌 家族的事情我也不想去管 但是没办法 你姓叶 我姓李 叶浩轩默然不语 他听得出李延欣很纠结 他的确是不想和自己为敌 但是他的母亲和舅舅 却恨自己入骨 有些事情 不是他能左右得了的